险峻陡峭的山壁上 村民驱赶着树头牦牛向山下走去 这些牦牛已经放养了一整个夏天 大雪即将降下 村民们要把这些牦牛赶回来做一件大事 这里是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脚下的赞斯卡河谷 每到藏族新年之前 夏迪村的村民们就要开始大量收集木柴 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崇山峻岭中 牦牛是他们唯一的交通运输工具 夏迪村是赞斯卡唯一一个还在用牦牛收集木柴的村落 这些用牦牛收集的木柴便被称之为牦牛木 村民们用这些木柴煮饭取暖 在寒冷的冬季是村民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物资 所以村民们一年四季都需要囤积大量的木柴 赶在大雪之前 他们要把赛养在山谷各处的牦牛全部找回来 从秋天开始 牧民们就会四处砍伐木柴放置在山中 等到冬天再统一收回来 村民们的牦牛全部采用放养的模式 春夏被自由放在山上吃草 等到秋天青柯成熟时才会被带回家一次 然后再次放回山里 直到冬天来临 上山找牦牛非常辛苦 放养的牦牛会跋山涉水 穿越多个山口寻找牧草 要想将散落山间的牦牛一头不落地找回来更是艰难 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 此次出发找牛的牧民有五个 他们带上自家最精壮的马 向着崇山峻岭出发 山路崎岖 一不小心就会跌落马下 翻过海拔4900米的高塘拉山口后 他们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休息 短暂休整过后 他们又踏上了旅途 一天之内他们要翻过两座山口 再次翻过海拔4660米的拉尔拉山口后 山下出现了一座石屋 这是高山上的牧羊人冬季的庇护所 但他们没在这里停留 而是继续朝着山下的峡谷进发 这时才终于发现了牦牛的踪迹 村民们没有将他们赶到一起 只是清点了一下数量 然后继续沿着山谷前进 他们计划找回所有27头牦牛 再返回夏敌村 晚上他们就在一块岩石旁露营 虽然气温很低 但牧民们早已习惯了这种 以天为背以地为床的生活 砸开厚厚的冰层取水 煮上热腾腾的食物 靠在温暖的篝火旁 一天的疲惫顿时一扫而空 第二天一早 牧民们再次出发寻找剩下的牦牛 一路上他们找到了许多头牦牛 但是还是有五头不见踪影 牧民们怀疑牦牛可能穿过了一座更高的山口 山顶盖满了积雪 人和牲畜挪动一下脚都困难 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将剩下的牦牛赶下山来 村民们开始原路返回村庄 有些反骨的牦牛喜欢跑到陡峭的山壁上 这时村民们便需要冒着风险爬上山驱赶牦牛 再经过一天的跋涉 他们返回了拉尔拉山口 在翻过眼前的高堂拉山口后 村子就在眼前 所有的牦牛都找回来之后 收集牧柴的工作可以开始了 这同样是一项集体活动 不同牧民家庭会一起收集 每家每户都会出一头牛和一个人 在新年到来之前 每天都要捡牧柴和牛屎 天不亮牧民们便赶着牛群出发了 到达目的地后 他们把牧牛拴起来 一部分人去砍牧柴 一部分人留下来负责做午饭 牧柴散落在山上的各个角落 在高海拔搬运沉重的木头 鼠师考验身体素质 等所有木柴被运到营地后 村民们将木柴按长短进行分类 捆好后由牧牛来运输 今天的午餐是用青棵面煮成的簪巴 虽然制作简单 但对村民们来说 是放牧师补充热量的最佳食物 为了保护牧牛 他们在牛背上垫上了厚厚的垫子 再用绳子捆紧牧柴 除了用牧牛驼之外 牧民们还每人背上一捆 为了犒赏上山找牛的牧民 第一天收集到的牧柴 将全部送给这些牧民的家庭 这样壮观的景象 也只有赞斯卡的夏迪村还能看见了 伴随着悠扬的民谣声 下午三点牧牛队回到了村子 收到牧柴的主人家 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犒劳辛苦一天的牧民们 第二天 牧民们又再次出发 就这样循环往复 牧柴收集结束了 迎来了夏迪村的罗萨 极为葬礼新年 整个村庄陷入了节日的氛围中 村民们再搁在武庆中 迎接新一年的到来